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Zither Harp 明天傍晚只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向右向前看 爱要过几个晚再来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我一样的对待 把美容的美容家追求 我的心情 我遇见谁会有在样的夜 一切还没有在哪 祝你 幸福美滿 南希 我的恩師 謝謝你一直在這邊這麼照顧我 然後也聽到了一個很大的消息 那不管結果如何 我都希望你接下來的日子呢 都可以很平順 一定要很幸福 然後好好享受你未來的人生 祝你幸福快樂 天天美滿 姐姐快哭了 你終於要嫁出去了 結果呢我們認識十幾年了 我在包紅包等好久喔 那不管啦 就是你在花嫂我跟你認識十幾年了 我很喜歡你 然後我不知道對方是誰 這麼幸運娶到你 那我呢我希望你呢 每天都過得快快樂樂 生活美滿 然後就是 姐姐很高興你要嫁了 祝你 欸以後幸福美滿 恭喜你 嗨 南希 聽說你要結婚了 這消息真的是蠻正經的 祝福你 婚姻幸福 然後希望你可以獲得很開心 那公司最近比較多事啊 希望你可以放寬心 恭喜你 恭喜你 南希 我知道了一個大秘密喔 聽說你要結婚了 好開心喔 我也一直想說 誰什麼時候要跟我求婚之類的 好啦祝你幸福美滿 然後早生會值 愛你喔 南希 這麼精心為你策劃的小驚喜 這麼用心 這麼貼心的男人 就答應他吧 祝你們 勇於愛和 一直幸福走下去喔 嫁給他吧 嗨C姐 是我 我跟你說喔 如果結婚以後啊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你一定要記住 就是 要有耐心 慢慢慢慢慢慢的找出 Daniel的死穴 然後 你就可以把它掐圓 捏餅 知道嗎 一定要記得喔 就這樣啦 哈囉 南希 其實這一年以來啊 都一直有感覺到你身上 一種不同的幸福與快樂的氛圍 嗯 只是一直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然後一直到大概兩個月前的時候 知道這件事情啊 很驚訝 但是 也很替你開心 覺得 其實 只要你幸福快樂 我們都會很為你開心喔 好幸福喔 恭喜南希 有情人終成眷屬 相信你們一定是非常速配 祝福你在未來日子一切中的順心 然後百年好喝 幸福喔 嗨 慧如 聽說你要結婚了 相信她一定是一個對你很好的男生 那希望你未來的日子 能夠一直都這麼幸福喔 祝你幸福 嗨 親愛的南希 終於讓我們等到了這一天 好期待你穿上美美的新娘禮服 鋪上禮堂那一天 那也恭喜你找到一個那麼疼你那麼愛你的男人 恭喜你喔 要好好珍惜 祝福你 愛你 嗨 嗨 DANIEL 今天這的一切聲音就是 你們會生一男一女 臉名字都為你們取好囉 女的叫小喵香腺 男的叫小喵領肌 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女的叫小喵領肌 因為女的叫小喵領肌 男的叫小喵領肌 今天主題曲都為你們想好的喲 1 2 3 你看了你喲小喵領肌 你看了你喲小喵領肌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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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幸福喔 男性要幸福喔 快點嫁給他 男性要幸福喔 絕對要嫁給他喔 男性不要那麼快嫁給他 雕他 雕他 為難他 不准嫁給他 姐姐太壞了 不行 重來 我們讓他慰球 慰球 我們不要讓他慰球 大家要讓他慰球 好啊 李維車花這段錄影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 兩個相愛的人 如果能夠一起一輩子 幸福的牽手走下去 那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如果你覺得現在已經是一個 perfect time 的話 那就答應他吧 歡迎你成為我們的一家人喔 嗨 天心 雖然有時候李維有一點大男人 又很機晴 長得又非常的直接 但是 還有一個善良的心 還有一個愛你的心喔 還有一個心喔 所以啊 不要給他機會 讓他去殘害別人 真的 請你一定要嫁給他喔 嫁給他 嫁給他 嗨 Nancy 李維說希望家人幫他集氣求婚 我問他你為什麼想結婚了 他說了很多 那裡面呢 姊姊覺得有一句 如果你答應他求婚了 以後可以很好用的一句話 他說 因為你 他想要變得更好 我覺得這一句太好用啦 比如說 以後如果你們吵架了 你可以說快道歉吧 你不是想要變得更好嗎 或者是當你很累的時候 你可以說 快按摩吧 你不是想要變得更好嗎 總之呢 前面想要什麼 隨便你加 後面呢 你只要加上 你不是要變得更好嗎 我跟李維說 姊姊這樣的解讀 如果對的話 那這段影片 他就可以播放 表示他對你有承諾了 所以你可以考慮說 yes囉 我往前飛 飛過一遍世間海 我們也曾在愛情裡受傷害 我看著路蒙的 星期五 多的 雙邊 紫蘭 公路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Say yes, say yes Cause I need you to know You say I'll never get your blessing Till the day I die So for love, my friend But the answer is n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Don't you know I'm human to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I'm gonna marry you anyway Marry that girl Marry her anyway Marry that girl Yeah,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m driving at a girl And we'll be a family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I hate to do this You leave no choice Can't live without her Love me or hate me We will be boys Stand in at that altar Oh, we will run away To another guy and say you know You know she's in love with me She will go anywhere I go Can I have your daught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Say yes, say yes Cause I need you to know You say I'll never get your blessing Till the day I die Double up, my friend Cause the answer's still no Cause the answer's still n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Don't you know I'm human to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I'm gonna marry you anyway Marry that girl Marry her anyway Marry that girl No matter what you say Marry that girl And we'll be your family But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I'm not even afraid I'm not even afraid But it's so rude... But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ink I'm not even afraid I'm not even afraid Do you feel when I know but neoma e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ll marry her anyway We'll marry that girl No matter what you say We'll marry that girl And we'll be your family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Yeah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正式哪些话 我 doesn't know what to do 我跟ağı sont大家吧 It's not true 是变判锌瑕银做 If you should, to. 真的都这么娘慈悉 我很开心,他想拍摄一个不一样的影片 我说,你要拍摄什么? 他说,他要结婚,他要结婚 我当吓得我吓着 哇,好新年啊,真的 新年是哪一位? 他说,不告诉我 最后,我知道了,原来是很新的 特别的开心 不管是李维或者是连琪,对我们来讲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 本来李维的公司要把它改变 但是,不能让他去历练一下也好 那,李维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 对公司来讲,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伙伴 那,在这边我要制服李维 然后,再来他人生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女生里面 然后,完成了他一个人生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想,是一个回到家庭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在这边自我立委 希望你求婚成功 然后,从此以后,够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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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